这期继续讲坠绪第61篇,不行,不行,赵春牛皱起眉,怎么,又不行了,这可不算违反矿场规定,张国金见赵春牛已经进套,还得装出一副为难的样子,这只是我个人想法,真要把订单转到矿场,人家要得这么急,矿场工人就得加班了,我主要怕工人不情愿啊,这倒没事,咱村里那些工人肯定愿意加班, 都是一个村的,既给矿场挣了钱,也算帮了我大忙,你好好和他们说说,赵春牛不想走这一步,可他也知道不能再拖了,拖下去只会让小梅瑶陷入无法挽回的余地,张国金继续表现出为难,说到是也能说,关键,你知道,矿场这次给村子里修路,正是以村里工人的名义去修的,只怕说了这单子是从小梅瑶转来的, 他们再有意见,赵春牛多聪明的一个人,他哪里听不明白张国金的意思,赵春牛脸上的变化,全都被张国金捕捉到眼里,钓鱼的时候,尤其是钓大鱼,他常常告诉赵阳,不能一味地硬拉,鱼知道遇到了危险,拼命挣扎的情况下,容易脱钩。 钓鱼是个较量的过程,要懂得适时地松一松,耗光对方的力气后,再一股作气地把鱼拉上来。 张国金不急着让赵春牛能一下子,把他提出的条件全部答应下来,松一下,给对方时间好好考虑。 张国金在回矿场的时候,又对赵春牛嘱咐道,春牛哥,我只能给你两天的时间考虑,你也知道,时间越是往下拖,真到了那时候,就算转过来订单,矿场也够呛能完成。 赵春牛回了小眉窑,一路上情绪低迷。 牛哥,咱明明已经让步了,愿意把订单转给矿场,他还说那话,啥个意思? 杨大福抱怨起来。 赵春牛心情不爽地嘟囔,啥个意思?你说啥个意思,让咱修路呢?猪脑子。 赵春牛骂了一句。 啊?咋又提起这茬了?好家伙,狗皮高要吧?非赖上咱了?赖上咱了? 赵春牛略有所思,是啊,怎么就赖上咱了? 思,大福,你还记得上次他来,说过一句,咱肯定会修这条路吗? 说过,咋了牛哥,他说修咱就修了,当他是谁啊? 不对,不对,你说,咱现在不就是按着他的意愿来了吗? 咱要是不修路的话,会怎么样? 杨大福想了一下,不修?咱就算同意把订单转给矿场, 他也不会接收呗,我看他就是没安好心,借此机会,让咱答应他另修一条路的请求。 所以咧,你还没想明白吗? 明白啥? 杨大福随口问了一句,走路的身子,突然停了下来,牛哥,你的意思是说,这笔订单有问题。 可是不应该啊,还没开工,人家就已经把订金打过来了。 打订金有个屁用,订金才几个钱。 赵春牛没有停下,继续往小梅妖方向走,咱小梅妖啥时候接过这么大的订单,妈的,怎么就这么凑巧,订单来得急,要得也急,我看哪,咱就是被钱给瞇了眼。 牛哥,那现在怎么办?杨大福追了上去。 查,给我查出来这个幕后黑手,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搞鬼。 赵春牛走得更急了。 回到矿场的张国金,坐在椅子上,想了一会,他还是决定再给赵春牛添一把火。 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人的号码。 任总,你那边的鱼沟,该紧紧陷了。 张国金又喊来了刘小和。 张矿长,你找我?你去准备一份解除合作协议。 哪家厂子不用我们矿场的煤了?人承洁的热力厂。 啊?刘小和惊讶起来,任总不愿意用我们的煤了。 为什么?不是一直合作得好好的吗?怎么? 张国金白手制止了他,说道,假协议,这事你别让其他人知道。 刘小和松了一口气,张矿长,你弄假协议做什么? 你别管了,我有用。 刘小和并没有马上离开,过了半晌。 他猜测地说,是不是为了让小梅瑶修路的事。 刚才小梅瑶的赵春牛来了,走的时候,明显地不高兴。 张国金点点头,刘小和猜对了。 原来他一直都记着这事呢。 这段时间,几个科长早就不管小梅瑶修路的事了。 当初会议上,张国金说的那个决定,也成了一句大话。 半个月过去了,人家小梅瑶非但没有修路,还接了一个大订单,天天从村里过。 可是呢,说过矿场不花一分钱,也能让小梅瑶修路的张国金,却什么都没做。 矿长都不愿意管了,那身为下属科长,更没必要管了。 半个月过去了,科长们似乎达成默契,谁也不去提修路的事,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以后路被压坏了,那是矿场的损失,跟他们个人又没有直接关系。 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一致认为,张国金没有任何行动,是放弃了。 没想到,他却在会议结束后,就已经开始布局了。 刘晓和这才明白张国金问他那句你会觉着我变了吗话的意思。 张矿长,我会支持你的。 突然的一句话,让张国金愣了一下。 啊?刘晓和笑了,我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刘晓和不说,赵春牛照样通过黄永康的关系,查到了订单背后的老板。 人承洁。 杨大福回答道,没错,干热力厂的,之前是一直跟矿场合作的。 奶奶的,咋就突然跑到咱小梅腰下单了? 明摆着,咱是被张国金下套了,举报人查出来了吗? 杨,杨雷。 杨大福犹豫了一下,杨之书啊,村里人不想让咱的大车从村里过,他身为村之书,做出这样的事,倒也不奇怪。 关键是,这个人承洁,是不是真像咱以为的那样。 那杨雷怎么办?要不要我让人修理他一顿? 别找这个麻烦了,暂时不要管他。 赵春牛吸了一口气,没时间了,今天人家又催咱了,说咱这几天怎么不送没了? 要是再不送,他们就要走法律程序了。 杨大福急了,真要走法律程序,咱可不占理,岂不是真要赔他违约金? 咋办啊,牛哥。 签合同的时候,光想着完成订单,能挣大钱了,谁也没在意违约金有多高。 好不容易靠着小梅瑶挣到大钱,他可不想再赔得一干二净。 赵春牛思索了一下,慌个啥?走,咱先去会会这个张矿长。 再次去矿场,是让杨大福一个人去的,目的是把张国金喊出来,赵春牛不喜欢矿场。 看着偌大的矿场,再看看自己的小梅瑶,赵春牛会产生一种落差感,这种落差感让他没有底气。 赵春牛把见面地点,选在了小麦布后面的排场,选在这里,赵春牛是有目的的。 现在的张国金,竟让他有一种琢磨不透的感觉了。 为了占据气势上的优势,赵春牛才选择这里,离张国金的院子很近。 如果说真有那么一个地方,能让张国金感到顾虑,也就这个院子了。 果然,杨大福前脚去矿场通知张国金,刚坐下来没两分钟,后脚张国金便紧随其后,来到了排场。 以往排场都是很热闹的地方,偏偏今天排场上的几张桌子空闲了下来。 张国金往旁边的打卖场一看,便明白了。 打卖场或坐或站,围了十几个村民,只是在那三三两两的,朝排场议论着什么,却不上前打牌。 排场上只有一桌打牌的,赵春牛,杨大庆,解放,包括刚刚回来的杨大福,四人凑成一桌。 不用说,肯定是赵春牛把原先打牌的村民赶走的,村民们可不想得罪这个瘟神。 还有更让人生气的一幕,当张国金看清排场上的赌资时,快速往院子门口,小麦不周围,全都看了一遍。 确定朝阳不在附近,他才放下心来。 赵春牛四人正在打牌,赌资却不是钱,而是割笼子里,刚付出末几天的小鸽子。 拇指长的小鸽子,历经了二十天的公母哥轮流抱窝,在朝阳每天的期待中,终于四个小鸽子破壳而出。 朝阳兴奋坏了,他又多了四个好朋友。 你不会想到,小小的孩子竟然也会照顾人了,而且照顾得有模有样的,活像一个小大人。 现在,朝阳的四个好朋友,竟然被赵春牛放在堵桌上,一人面前揽着一个。 杨大福似乎起了一手好牌,兴奋地说,这把我准糊,你们三个就等着输给我吧,我得拿回去炖鸽子汤喝。 幸好朝阳不在,朝阳要是看到这一幕,敢从家里拿出噘头,往四人头上抡。 哎,张矿长!赵春牛吐出一口烟,向张国金招手,面前的小鸽子似乎被烟熏到了,不安地趴在桌子上。 赵春牛踹了解放一脚,给张矿长让座,让张矿长来打。 张矿长,请坐吧。 杨大福不怀好意地示意了一下。 四个小鸽子刚敷出来没几天,吓得瑟瑟发抖,这要是被几个汉子一不注意,碰到了,摔到了, 弄出个什么好歹,朝阳指定要气坏的。 张国金当然也生气,但他不是小孩子,不动声色地坐在了解放让出的位置。 张矿长,打一圈吧,你看我想得多周到,知道张矿长不喜欢赌钱,特地用鸽子代替。 杨大福接过话,张矿长,咱可不兴耍赖的,愿赌服输,谁赢了,这鸽子就得归谁。 一圈牌算是刚刚马好,张国金坐的是解放的位置,可见解放今天的手气不好,粗略地扫了一眼,这把牌几乎没有赢的可能性。 但是,张国金心里很清楚,明面上打的是牌,实则是双方的较量,这样看来,他赢的可能性又变大了。 好,你们想玩,那我就陪你们打一圈,正好矿场今天难得清闲。 张国金整理着面前的麻将牌,表现出一副很有耐心的样子,要急也要让对方先急。 他若无其事的样子,让赵春牛哪怕起了一手好牌,也无心把心思放在牌面上。 赵春牛随便扔出一张牌,看来张矿长手里的牌不错。 张国金从史智中表现得都很淡定,还行,能赢。 下一个起牌的是杨大福,他倒是在很认真的打牌,起了一张牌,仔细地对着面前的一排麻将,犹豫了一会,又把起到的牌扔到了桌面上。 再下一个是杨大庆,和杨大福这个哥哥截然相反的性格,打牌的时候不发一眼。 轮到张国金起牌,起了一张,是五万,正好是他需要的,分开两边的麻将,插进中间,然后扔出一张封头子。 赵春牛起了一张牌,看都没看,扔了出去,他坐不住了。 用一种想洞穿对方心思的目光,认真的盯住张国金,淡淡地说,不知张矿长认不认识任成杰这个人。 任成杰 听到这个名字后,张国金脸上表现得很惊讶,心里却是平静的,赵春牛要走的每一步,他都已经提前预料到了。 哪怕赵春牛知道下订单的幕后老板,是任成杰,他也已经提前做好了应对。 张国金的惊讶,让赵春牛很是不爽,他不应该是惊讶,害怕,担忧,才是张国金应该表现出的样子。 张矿长可不要跟我装傻,你要是说不认识,那我可不相信。 张国金笑了笑,十分坦然,当然认得,热力场的人总。 赵春牛满意地点点头,张矿长还算实诚,总归没有对我撒谎。 没什么好隐瞒的,之前一直跟我们矿场有合作。 之前,赵春牛觉着马上就要接近真相了,他心里非常确信,此次小梅瑶接到的大订单。 一定和张国金脱不了干系。 张矿长说,这话可不实在,难不成人成结,现在就不跟你们合作了。 通过调查,这个人成结可是用煤大户,手底下有好几个大的热力场, 他可不相信矿场会不跟这样的用煤大户合作了。 没错,春牛哥还真猜对了,有两个月了吧。 张国金随口说了一句,结果,却把赵春牛气坏了,随手起的一张牌,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张矿长,你以为随便扯两句胡话,我就相信你了。 此话何意? 看张国金一脸无辜的样子,更是让赵春牛火冒三丈,他强压着心里的怒气。 这么大的客户,你们说丢就丢。 好,就算不跟你们矿场合作了,紧接着跑到我小梅瑶下了个大订单, 还跟我签下一个根本完成不了的合同,是不是太巧合了? 张国金往后撤了一下身子,一只手随意地搭在桌子边上,另一只手,搓着麻将,不停地转圈圈。 我才听出来,感情你们接的那个大订单是人总的。 原先我还纳闷呢,你们小梅瑶平时接的都是小单子,怎么突然会接到一个大订单? 张国金那副镇定自若的样子,让赵春牛无奈极了。 这还是他记忆中的张国金吗? 张矿长现在撒谎的功夫可是一流,要不是我多留了个心眼,可就着了张矿长的道了。 怎么?春牛哥不相信我说的话。 你有啥证据,证明你们矿场不和任成杰合作了? 杨大福在旁边问道。 证据。张国金假装想了一下,还真有,一般有客户解除合作的情况下,会上报到县里,经县里知情后, 然后会签署一个解除合作的协议。 赵春牛这伙人哪里懂这些流程,张国金只需要扯到县里的程序问题,便能把他们唬得一愣一愣的。 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明摆着犹豫起来。 他们在思考着张国金话里的真实性。 今天他们是来兴师问罪的,要真是张国金干的,必须得给个说法。 现在可倒好,明明抓住了对方的把柄,结果却被对方几句话,轻易地拨回来了。 你们要是还不相信,我可以回矿场一趟,把协议拿过来让你们看一下。 赵春牛已经开始动摇,他还在坚持着。 跑腿的事让大福去就好,大福,你跑一趟。 赵春牛示意了一下杨大福,张国金去他不放心,万一去到矿场临时起草一份协议,谁也说不好。 只有张国金守在这的情况下,让杨大福跑一趟,张国金也就没有机会去坐手脚了。 让解放去呗。杨大福有些不情愿去,因为正轮到他起牌,他心里有种预感,下一张牌正是他要胡的牌。 赵春牛瞪了他一眼,他才不甘心地挪起屁股。 见杨大福跑着去往矿场,张国金站起身,准备先把小鸽子放进笼子里,生怕朝阳回来。 看到他心爱的几只小鸽子,被人拿出去玩耍,肯定要发脾气的。 赵春牛却伸手拦住说,张矿长不要急,你能不能赢? 还得等大福回来,他的牌可是好牌。 俨然,张国金的话,还不足以让他信服。 张国金无奈地摇头,只好重新坐下。 三人就那样静静地等着杨大福。 围观的十几个村民,只是在那互相议论着,他们还没搞明白打牌的几人是在做什么,但能肯定的是,绝不是单纯地在打牌。 杨大福是在十分钟之后回来的,明显地一脸失望。 看来刘小和已经把准备好的解除协议,给他看过了。 赵春牛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可有那回事。 随着杨大福点了点头,赵春牛紧绷地身子,像你一样瘫了下去。 张国金坐在那里,像牌桌上的几只小鸽子一样,一动不动,静静地等待着。 杨大福坐回去,他还想着赢牌呢,刚起了一张牌,先是用手指在底下搓了一下,顿时面色一喜。 你赢了。 赵春牛无力地说了句,把面前的牌推倒。 牛哥,咱没输,我起到自摸的牌了。 杨大福为了能吃上鸽子,全然不顾及赵春牛黑了脸的样子。 摸你娘个定。 赵春牛恨铁不成钢地骂了一句,弄得杨大福善善地又把牌放下。 春牛哥,我也不知道任成杰跑到你们小梅姚下单了,如果是这样,我得收回之前的话。 张国金把几个小鸽子拿到跟前。 啥意思?赵春牛一时没听明白。 我之前不知道是任成杰,要是他的话,你这个订单可转不到矿场了。 赵春牛是真急了,在知道了任成杰和矿场有合作后,他是来讨个说法的。 要真是张国金给他下套,这是不算完,所有的损失都必须张国金来承担。 否则的话,这几只小鸽子难逃被杀掉的命运,他这个小卖部也别想干了。 结果人家对任成杰下订单一事,根本不知情,而且早就解除了合作协议,那就跟人家张国金挨不着关系。 要怪只能怪自己才迷心窍了,明明没有能力,还想一口吃个大胖子。 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怨别人,谁让自己贪心呢? 事情还没到无法挽回的地步,张国金之前答应过他,想要不违反合同,准时给人家交货。 矿场愿意把订单接手,算是帮了他一把。 小梅瑶已经到了不转不行的地步了,少赚一笔钱不要紧,可要赔付一大笔违约金,那他这个小梅瑶就甭想干了。 所以,他不算走投无路,张国金给了他希望。 咋?咋又不能赚了? 赵春牛站起身,国金,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 我也就是多想了一下,毕竟谁贪着这种事,难免不会多想,你可不能怪我啊。 赵春牛没了打牌时的嚣张,诚恳地道起歉来。 快给张矿长道歉,拿人家鸽子干啥。 赵春牛踹了一脚杨大福。 对不起张矿长。 杨大福不情不愿,又不是他要拿的鸽子, 明明是赵春牛说要今天吃了张国金的鸽子。 国金,你看欠也到了,咱还按原来商量地走,这也没过两天,能来得及。 赵春牛现在只感到庆幸,幸亏查出来得及时,才没让时间往后拖下去。 春牛哥,我没有怪你们的意思,是真没法转,换成别人还好,人称杰吧。 不行。 那咋就不行了,之前一直和你们矿场是有合作的。 赵春牛低声下气地说道。 真是不行啊,之前解除合作协议,就是因为这人要货要得及,弄得矿场工人老实加班,加班也就算了,关键没发出去了,回款慢得很。 这下该轮到你急了吧,急也没用,人家不回款,甘着急,索性啊,不跟他合作了,矿场又不差他这么一个客户。 张国金悠悠地说着。 现在的赵春牛已经很确信了,任成杰和矿场解除合作协议是真实,不是为了故意摆胎一道。 事实上,小梅摇出的挤车梅,一直催促着任成杰打款,可除了之前的定金打得痛快, 之后的款项一直拖着,表示将梅生产完之后,再一次性打过来。 当时,他还没想太多,反正合同在呢,跑不了。 现在回想一下,和张国金说的几乎一致,任成杰这个人不值得合作,只怕完成了订单任务,这钱也够他要的。 后悔也晚了,他只能把烂摊子想招法地让矿场接手。 什么都说得好好的,张国金却临时表示不愿意转订单了。 赵春牛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知道张国金说那话什么意思。 国金,啥话也不说了,你们矿场有困难,我知道,但是再怎么着,你们家大业大的,也好解决。 我就不一样了,实在是生产不出来了,你帮帮忙,让工人们辛苦一下。 赵春牛继续说着劝慰的话,现在所有的希望都在张国金身上了。 可这些话并不是张国金想要的。 春牛哥,你这样让我很为难啊。 我知道,我知道,修路。 对不对? 赵春牛已经到了不得不答应张国金的时候了。 只要你同意转订单,我答应给你们矿场修路。 不对吧,你可不是给矿场修路。 张国金现在已经完全捏住了赵春牛的脖子。 是是,咱给村子里做好事,我保证以后拉煤车不从村子里过了。 张国金假意很为难的样子,被赵春牛看在眼里,拉着他,急忙说道, 国金,走,不让你白忙活,咱去镇子上喝酒,我请客。 喝酒就不必了,都是在给村子里做好事,你现在靠着小梅妖发财了,也该给村子里做做好事了。 张国金说教的话,放在以前,赵春牛是不屑于去听的,奈何现在需要求着人家,只得连连点头。 同意了小梅妖的订单转到矿场,赵春牛这才放心地离开排场。 路上,杨大福忍不住问,牛哥,真把订单转给他。 赵春牛憋了一肚子气,不然嘞,你去挖,看能不能挖够。 妈的,就当这次吃哑巴亏了,以后啊,别让我逮着机会,看我怎么找回来。 张国金望着赵春牛四人离去的背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事情总算结束了。 有村民围过来,国金娃子,赵春牛这是咋了? 张国金不想解释太多,笑笑说,没事,商量修路的事呢。 咋? 他同意了。 张国金把四只小鸽子捧到手里,同意了,以后咱村子里总算能清静了。 嗨啊,这可真好。 那可不,张矿长出马,他还能不给面子。 张国金没有再说话,捧着鸽子,走到鸽子笼前,把小鸽子放进里面。 赵阳在这时回来了,可真巧,早回来几分钟,今天指定安生不了。 大爸,我带大炮伯伯来看我的小鸽子来。 谢君拉着昭阳的手,那一瞬间,张国金有些恍惚,一大一小的惹,像是四弟牵着自己的孩子,向他迎面走来。 昭阳看到鸽子笼,急忙睁开谢君牵着他的大手。 谢君笑容灿烂,张国金同样露出笑容。 国金,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夏总买的那块地出了点事,我得回去,帮着去处理一下。 两人站在鸽子笼前,朝阳抬头问,大炮伯伯,你要走吗? 杨家庄的路面,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就是收尾工作了,谢君没必要继续守在这里。 刚好,夏宿娟又急需她回到县城。 谢君临走之前,感慨地说,能让赵春牛服软,不枉我们做出的努力。 张国金并不觉着付出了多大努力,他只是简单用了一点计谋。 这个过程甚至算不上有多完美,如果对手是黄永康的话,一定会被对方轻易识破。 而赵春牛着了倒,全然是他大意了。 刘晓和后来说过一句话,就算张国金把计划,提前告诉赵春牛,那最后的结果,也会和现在一样。 张国金问他为什么?他不相信,赵春牛在知道有人给他下套的前提下,还会去接那个大订单。 刘晓和回答说,因为别人的记忆,还停留在你是倒叉门的时期。 张国金望着小梅瑶的方向,希望以后,矿场和小梅瑶各自安好吧。 都说同行是冤家,可矿场和小梅瑶却是井水不犯河水,两家的规模摆在那,面对的客户群体,根本不是靠恶意竞争就能得来的。 不提他了。 君哥,你刚才说,宿娟姐买的那块地皮出了问题,到底怎么了? 谢君并不知情,具体的我还不清楚,夏总只是让我尽快回到县里。 张国金打趣地说,行啊君哥,这么快,宿娟姐就到了离不开你的地步了。 你可别笑话我,我自己几斤几两重,还是清楚的,现在也就是人手不够。 那行吧,我就不留你了,有事情,你把电话打到小麦部,白哥会转告我。 挺舍不得君哥离开,休露的这二十多天里,谢君就住在了王沈家里,每天朝阳和夏竹都会缠着他,讲大炮。 讲飞机,看谢君一脸凝重的样子,估摸着夏宿娟那边,遇到的事情还挺棘手。 本来解决赵春牛,是值得庆祝的大喜事,最起码村里人知道了,赵春牛已经答应,今后拉煤车不从村子里过了,村里人高兴得都想放鞭炮去。 可偏偏张国金的心里,又被一层阴云笼罩,他为夏宿娟感到担忧。 谢君知道什么事还好,说出来,也好让他心里有个底,连谢君都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人难免不跟着担心。 好几天都没有等来谢君的电话,他想,那应该就没多大事,谢君回去了,可能也就处理好了。 修路的施工队也在几天后撤走,晚上有六弯的村民,踩在新修的柏油路上,路面干净,心里面也跟着敞亮。 附近十里八村,包括一些乡镇上,你去看吧,都是试路,只有杨家庄有这么一条干净结实的柏油路面。 因着村里的这条路,一股优越感自体内产生。 大多数村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很神奇,像气流一样,在体内转来转去,令人感到神清气爽。 他们知道,这是杨家庄的煤矿给的,准确点说,是那个国金娃子给的。 没了赵春牛拉煤车的惊扰,整个杨家庄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 春日夜里,微风徐徐,脚下是新修的黑色柏油路,头顶是满天星辰,四周是藏在草丛里的虫鸣。 再加上从村子里的远处,巷子口,河沟,近处,院外,院里,杨树林子,时不时有孩子的欢笑声,狗废声,构成了一幅春日夜里特有的乡村图。 白天的声音就没那么丰富了,孩子去上学了,大人下地了,狗趴在窝里,摇着尾巴,也从而钻回了地底下,等待下一个天黑夜。 明明听不到具体的声音,可总觉得耳朵里乱哄哄的,白天的村子,总归不是那么清净。 唯有河沟,村子的边缘,少了行人的打扰,这片河沟还是挺安静的,能听到鸟在树枝上啼叫,蜜蜂在野花上嗡嗡飞舞,一条鱼儿拍打了一下水面,钻进芦苇荡里。 孩子去上学的情况下,河沟也就成了被遗忘的地方。 几乎每天,张国金路过河沟的时候,都会看上一眼,他期待能见到一个人。 直到这一天,阳光依旧明媚,他见到了河沟多了一片洁白的羊群,顿时欣喜起来。 像孩子一样,忙向羊群奔跑,一边跑,一边喊,杨官,我就说你能活到一百岁。 飞奔着跑向河沟的张国金,不顾四散逃窜的羊群,那一刻的他,有一种失去在得道的感觉。 杨官,可不可?张国金已经忍不住问道。 以往的时候,杨官不会回答可或者不可,只会发出爽朗的笑声,可这一次,却没有听到熟悉的笑声。 根生 张国金已经来到羊群跟前,可面前背对着他的人,却不是杨官,身影仅仅是和杨官有几分相像罢了。 张叔 根生怯声声声地喊了一句。 根生话不多,坐在草地上,稚嫩的脸上还带着忧伤,在他淡淡的叙述中,杨官已经走了。 前几天的事,死在了这个春天。 张国金躺在草地上,望着蓝蓝的天空,白云朵朵,不发一言。 根生也就不说话了,下巴搭在膝盖上,手指缠弄着一根狗尾巴草。 羊群静静地吃草,他们应该感受不到人世间的悲伤。 过了好大一会,张国金才从悲伤的情绪中,缓过神来。 他坐起来,期待式地问,根生,你会唱曲子吗? 根生摇头,我也以前总唱。 见根生摇头,张国金脸上明显地闪过一丝失望。 是啊,他以前也总会听到,后来听得少了,再后来,听不到了。 张国金站起身子,顺着河沟,望了一眼下游的方向,麦苗已经开始生长,绿油油的,几乎到了小腿高,而弯弯绕绕的河沟,两边栽满了杨树,阻挡住他的视线。 但他知道,在下游的某个地头上,埋葬着阳官。 本就年迈的身子骨,会在地底下快速变得腐朽,归为尘世。 山连着山,来,川连着川,受苦人和你,心相连。 根生莫名地站立了一下,从张国金嗓子里发出的曲调,挨碗空灵,竟让他莫名地产生一种悲凉的感觉。 亮晶晶,满天星,白云,散在,天地里,心里头盼,抬头望,望见北斗,指露尹。 腔调一转,又变得高亢嘹亮,似在逆境中,带来一种希望,让人充满力量,久久不息,回荡在蜿蜒曲折的河沟里。 杨冠,国金娃子,送你最后一程。 杨群似乎听习惯了一样,没有任何反应,只顾低头吃草。 除雀根生,河沟里的一切都没有反应。 一切都如原来,好似从未变过,可一切又明明不一样了。 经久不息的长风,吹过河沟,一直向远方吹,吹向更遥远的未来。 未来是什么,根生不知道。 直到张国金离开,那股子震惊他心灵的曲调声,才随之渐渐消失,根生莫名地发期待。 有时候,真的不得不相信命运,真的,张国金就有这种错觉。 随后的几天里,张国金总会看到根生在河沟放羊。 他感到奇怪,因为他记得之前根生说过的话,明明该去上学了才对。 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走到河沟,去问根生。 根生,你过来。 张国金拍了拍旁边的草地。 根生有些胆怯,他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半大孩子,面对张国金这个大人时,会显得畏畏缩缩。 因为,他听爹说过,这个张书是杨家庄媒矿区的矿长,那可是个大人物脸。 因此,根生对这样的人,有一种天然的畏惧感。 他知道不该有这种感觉,一来,张书和他爷的关系,貌似不错的样子,也病重的时候,人家还去看望了。 二来,这个张书,看上去,并没有多严肃,很平和的样子。 想到这里,根生便大着胆子,坐到了张国金旁边的草地上。 根生,我怎么天天见你在这儿放羊,你之前不是说上初三,你爷爷已经埋地里了。 话说,该去上学才对。 张国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柔和,他挺喜欢这个孩子。 只见根生张了张嘴,犹豫半天,还是没有说出口。 经历了那么多事,那么多人,早就学会察言观色的张国金,就根生这半大孩子所表现出的表情,他很容易就猜了出来。 不想上了。 根生点点头。 为什么? 根生不说话。 按理说,根生家算不上多穷,一群羊,随便卖一只,也够他上学的了。 再说,现在家里都挺重视孩子的教育,再没钱的,也要送到学堂,认识几个字,省得将来再像老一辈,当一辈子睁眼下。 家里要有学习但凡好一点的,那就算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上到底。 根生没理由不上,除非原因在他自己。 学校有人欺负你。 这次根生点了点头。 根生不大爱说话,估摸着在学校不怎么合群,长时间被孤立之下,免不了遭人欺负。 张国金把手搭在根生的肩膀上,紧张地根生,立马绷紧了身子。 这可是大矿长啊,爹说,有钱有势。 根生啊,这是你得找家长,让你爹去学校沟通一下,行吧? 回去上学吧。 没想到,一直腼腆的根生,突然变得倔强起来,我不想上。 张国金轻呼一口气,那怎么着,难不成一辈子在这儿放羊? 我喜欢放羊。 放羊能让他感到自在,独处时,天大地大,也不会有人欺负他。 张国金拍了拍他的肩膀,鼓励似地说,总归没有上学的好,你自己好好想想,你还年轻,路还长着呢。 此后的几天,张国金没再注意河沟,他想着,也就是孩子之间,闹点别扭。 过一段时间就好了,年纪轻轻的,总不能一辈子放羊吧。 以前肯定行,但现在不一样了,外面的世界变化多快啊,哪怕张国金已经坐在矿长的位置,也要时时刻刻地保持学习。 一个不留神,可能就被时代淘汰掉了。 夏宿娟来看夏竹了,正值星期天,一群孩子在麦地里放风筝。 纸糊的,张国金给昭阳做了一只燕子。 昭阳,胡子,夏竹,三个孩子扎在一群孩子的中间,在麦地里风跑着,比比谁能把风筝放到最高。 直到风筝在天空中变成一个点。 夏宿娟站在地头上,笑意盈盈地向夏竹招手。 夏竹喊着妈妈,飞奔而来,扑到妈妈的怀里。 让人感到意外的,谢君也来了。 君哥,你这都坚固上保镖了。 张国金总忍不住打去,其实他心里甚至有了异样的想法,要是谢君和夏宿娟。 嘿嘿,每每想到这,张国金就忍不住乐出声。 顺道问了地皮的事,夏宿娟表现出一副事态不乐观的神情。 据说,平山县的新书记马上就来任职了。 此次来平山县,正是为了整顿平山县的规划。 夏宿娟说,新书记一旦来了,整个平山县的规划将会紧急刹车, 所以在新书记到来之前,必须拿下这块地皮。 这段时间,平山县的成建规划,简直可以用一个混乱来形容。 新书记到来之后,会紧急叫停很多项目,包括地皮,也会有一个重新规划。 在这之前,趁着政策还没收紧,夏宿娟要是拿不到这块地皮,恐怕将来的难度会更大。 谁也说不好将来是什么样的政策,别人还有没有权利随意地出售土地。 夏宿娟还能不能容易地拿到地皮,都是一见位之术。 即使现在,也是不容易。 谢君说,那片地是干养殖的,有几个养殖户倒是谈好了价格,愿意出售土地,唯独有一个。 狮子大张口,不给他那么些钱,不愿意买。 张国金对这一块,没有多少了解,随口说道,那不买他的,不就行了。 谢君叹了口气,要真是这么简单倒好了。 原来,这家的地皮不得不买,要不然,其他几家的地皮,买了也没有意义。 因为这家的地皮正好处于罪当中,把其他几家的地皮隔开了,连不成一片的情况下,分成了好几个小片。 相当于,你不买这家的地皮后,其他的地皮如一盘散沙。 这种情况下,想在上面建什么房子,都不好出手,连带着城建上的手续,也会麻烦很多。 这家的主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坐地起价。 差不多的话,夏宿娟也就答应了,可偏偏这个坐地户要价太高,夏宿娟根本拿不出来那么多钱。 就算能拿出来,也没法给他这么多,要不然,周围的养殖户也会抬高价格。 所以,让夏宿娟很湿头疼。 可这么一直僵持着,也不是办法,新书记说到就到了,万一政策收紧,那之前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张国金笑笑说,我是不懂这一行,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夏宿娟没说话,蹲在夏竹跟前,问他这段时间有没有听话,有没有好好学习。 从容的样子,好像心里有了对策一样。 张国金便看向谢君。 办法倒是有,先把周边的地皮买下来,他不是干养殖的吗? 等周边地买下来之后,挖一圈深钩,把他孤立起来。 张国金点点头,倒也算是办法,可是那么大一片地方,也不是说孤立就孤立的吧。 谢君没有说话,显然,他也知道,孤立那么大一片地方,确实有些吃力。 再说,万一对方想耗下去,对方有的是时间,宿娟姐可没有时间啊。 张国金看向了夏宿娟,也不知道这个新来的书籍是什么脾气。 不管什么脾气,从省城过来的,对承建规划上,一定有一套自己的行事风格。 谢君插过话,实在不行,就给他强推了。 张国金皱了下眉,什么时候谢君这么鲁莽了? 他当然不知道,谢君是为了夏宿娟,哪怕不择手段,也在所不惜。 君哥,你这样可不行啊,起了争执,搞不好闹出人命。 张国金劝他,最好别有这样的想法。 夏宿娟一直沉默,想必也是默认这种做法的。 宿娟姐,既然你有心想进军房地产,以后这样的事肯定会经常遇到, 要是每一次都靠强拆,势必是要出大问题的。 奥隆公司也走不远。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不成就不要这片地了。 谢君显得比夏宿娟还要着急,别人要是看在眼里, 还会以为奥隆公司的老板是他谢君呢? 谢君能这么上心,已经超越了一名员工该做的事了。 当然,有这么一名尽职尽责的下属,哪个当老板的,会不喜欢呢? 所以,夏宿娟很看重谢君,现在几乎大事小事,都会交给谢君去做。 甩手掌柜,有什么办法吗? 夏宿娟含着笑问。 弄得张国金哭笑不得,两人合伙,搬车的运营,他可从来没管过,全都是夏宿娟在负责。 但他知道夏宿娟没有恶意,两个人似亲姐弟一样,互帮互助。 张国金略微思索了一下,他心里倒是有个主意,本不想用这种办法的。 目前要是为了不当这个甩手掌柜,他只好说出来,帮夏宿娟一把。 也是从大金牙那里得到的启发。 为烈。 谢君没有听明白,但夏宿娟身在生意场,不可能听不懂。 夏宿娟让夏竹去玩,转过头来,目前负责养殖场那片区域规划的是宋主任,跟他根本说不上话。 要是找苏锦成牵线,恐怕他现在都分身无数了。 苏锦成现在负责的三个矿场附属项目,都够他忙活的了,根本没有精力去管别的事。 张国金突然想到一个人,说不定可以试试。 吕来喜,退居二线的吕书记。 夏宿娟知道这么个人,你也说他都退居二线了,找他能管用。 正是因为他身居高位,平时这种小事还麻烦不到人家。 现在,他既退居二线,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张国金裂开一口大白牙,宿娟姐,这是我包了,你可别说我当甩手掌柜了。 夏宿娟站在地头上,风把他的发丝吹得凌乱。 直到夏主喊他,妈妈,来放风筝。 夏宿娟露出宠溺的笑容,提着步子,踏进了麦地里。 谢君有疑惑,国金,夏总总说你是甩手掌柜,这句话未免有些多余了。 在谢君的认知中,夏宿娟不是这么斤斤计较的一个人。 张国金却毫不在意,他就是开玩笑,再说,我也是发自内心的, 人这一辈子,真心朋友不多。 女性知己,更艰难,免不了被人诟病。 谢君似理解了一样,认同地点头。 话又说回来。 咋! 君哥貌似比我上心。 张国金仔细盯着谢君的脸,君哥该不会对宿娟姐。 不不不。 谢君连忙摆手,既拱迫又着急地说, 我可不敢啊,咱是什么人,腿都不利索,哪敢有那种心思。 张国金却笑而不语。 有时候,不用明说,一个人的脸红,足以解释一切了。 都到春江水暖鸭先知,河沟的水面上荡着几只妈鸭子, 时而把脖子探进水里,时而掀起半个鸭脯, 一只鸭子压在另一只身上,发出嘎嘎的叫声。 下定决心去找吕来洗的前一夜,竟意外地见到了根生。 春日的夜晚,温暖静谜。 冬地的小卖部里,还亮着一盏昏暗的乌丝灯泡。 靠近门口的小炉子,早在前段时间,便停止了烧煤球。 一直没顾得上收起来,正好,第二天,是张国金休息的日子。 难得地放松下来,他就里里外外地收拾起屋里和院子。 走进小卖部,白哥还在工作,一天的进货单,营收和支出,他必须做到心中有数。 张国金见他那样认真,想起下宿娟的话,忍不住开启玩笑。 白哥,何必那么辛苦,像我一样,当个甩手掌柜不也挺好。 白哥抬头,努力朝他挤出一丝微笑,要是两个兄长能像宿娟姐一样能干,我倒是不想管那么多。 张国金便收起了开玩笑的心思,掂起不用的炉子,准备把这个铁疙瘩放到嘎拉里,等天冷的时候,再拿出来用。 白哥的感慨也是出于无奈,为了能让家里和谐一点,轮流照看老爹。 这才提出让大哥和二哥去超市的想法,给两位兄长找个试作。 出于一片好心,可是超市在两个兄长的管理下,却没有达到白哥的预期。 正月十五开业的那一天营收,现在想想,算是昙花一现的顶峰了。 之后,便归于平静,平时去了租金,人工的支出等成本,只能保住本,偶尔会出现入不敷出的状况。 每逢那样的情况出现,白哥就开始发愁。 当然,也有赚钱的时候,逢集会的那一天,可是集会不是每天都有。 隔五,隔八的,才有上一次,因而平均下来,等同于赚不到什么钱。 至少,和预期的远远不一样。 换成别人,那骨子激情,可能早已消磨殆尽了。 有时候养老怪也会说,趁早赚了得了,还能回来本钱。 偏偏白哥很执拗,哪怕每天辛苦,忙到很晚,他也选择坚持下去。 不能因为一点困难,就选择撂挑子了。 那样的话,他瞧不起自己。 睡不着的深夜里,张国金会和白哥探讨分析,到底是哪方面出了问题? 地势那么好,人流量大,货品也不贵,偶尔地打折促销,还要比外面的商店便宜上一截子,怎么营业额就上不来呢? 是大环境的问题,还是两个兄长的问题? 要是大环境的话,那可就没办法了。 感激的人们还无法接受大超市的模式,或者说还没适应,那只能怪这门生意看走了眼。 可要说是两个兄长的问题吧。 又拿不定主意,毕竟白哥不经常待在超市,偶尔的时候过去一趟,两个兄长看上去,也是尽职尽责,根本发现不了问题。 平时,都靠电话汇报工作。 电话里说,总归有局限性,电话费打下来也不少费钱。 所以,超市在向白哥汇报工作的时候,也都是长话短说。 讨论来讨论去,变成了白哥自责,要是自己的双腿好好的,那该多好啊,就能天天到超市守着。 张国金把炉子塞到了上平台的楼梯子下面,怕被雨林道呕坏了,又在上面盖了一层塑料布。 在走出院子,站在院门口时,他先是看到了站在小卖部门口的一半大孩子。 当时,还以为是村里的谁家孩子,来买东西呢?仔细一看,才发现是根生。 根生是看向小卖部里面的,并没有注意到张国金站在院门口。 而小卖部里面,除了白哥,还有根生爹。 张国金正想过去打招呼,这么晚了,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等他台步,先听到了根生爹说话。 大妹子,张矿长再不在。 白哥不认识根生爹,但他知道,一般喊张国金为张矿长的时候,而且还这么晚,一定是来找国金办事的。 这样的情况,自从张国金当了矿长之后,成了家常便饭。 家里面总是有陌生人上门,无一例外,都是来找国金办事的,要么想招法的,在矿场拦点生意,要么是来攀关系,求矿长帮着办点事,还有借着关系,想让自家孩子到矿场上办的。 一定又是找国金,想把孩子安排进矿场的。 一般碰到这种情况,张国金都是能躲就躲,毕竟是熟人,直接拒绝,别人脸上挂不住,实在躲不过去了,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委婉地说些推辞的话。 正常情况下,大都能听懂,便也不再强求了,客客气气地返回去。 碰到一些明明听懂了,却还在装不懂的,那张国金也只能直接拒绝了。 总归是伤情面底,遇到这种情况,有时候白哥会出马,起到一层缓冲作用。 由他去说,再好不过,既保全了对方的面子,又给自家丈夫留有余地。 张国金常常感叹,有这么一个女人,替他挡在前面,白哥是那么聪明。 要是双脚利索的情况下,他相信,白哥不会比下宿捐差了。 这次也不例外,白哥对那陌生人说,你找张矿长啊,他出去办事了,还没回来,有事你可以告诉我,我替你转告。 为了不让自家丈夫应对拒绝人的状况,白哥不得已这么去说。 别人相信也好,不相信也罢,他既然说了不在,那别人也没有闯进院子的理由。 跟生爹难掩失望,不在啊,来得真不凑巧,我还想着晚上张矿长一定会在嘞。 跟生爹看了一眼门口站着的跟生,你张叔不在,咱就先回吧。 跟生一句话不说。 白哥开口说道,这位大哥,带的东西,还请拿回去吧,谢谢你的好意。 张国金从来不会收人家东西。 跟生爹没有去拿,解释说,没事大妹子,也没买啥,留着给孩子吃。 家里老爷子经常提起张矿长,也没来看过,我就先走了大妹子。 哎,白哥有些着急,拿回去吧。 跟生爹说,啥都不愿意拿,拉着跟生就准备离开,弄得白哥在后面干着急。 张国金迎面走了出来,以往换作别人,他也就顺着白哥的话,待在屋子里不出来了,可跟生爹不一样。 先不说是不是以为的那样,跟生爹这次,是否真的是为了跟生的事? 就算是这样,张国金也决定向跟生爹讲清楚。 大哥,张矿长,跟生爹明显地惊喜起来,这么快回来了,我还以为得很惋劣。 啊,是。 白哥已经说了他不在,他也只能顺着白哥的话来,办完了,就赶着回来了。 大哥,快屋里坐。 张国金把跟生爹让进院子。 哎,又麻烦你了。 跟生爹点着头。 白哥今天的工作,也已做得差不多了,张国金顺道把他推回了院子。 他小声告诉了白哥,这人是谁。 白哥才恍然大悟,杨官家的呀。 那不管对方是不是来求办事的,白哥依然热情起来。 杨官是个好人,家里的那只羊,还是杨官送的呢? 而且,朝阳有时候也会跑到河沟,跟着杨官爷爷一起放羊。 前几天听张国金说杨官老了,他到现在都没回过来沈。 再次见到杨官的家人,竟生出一种重逢的喜悦感。 白哥猜对了,跟生爹此次带着跟生,提着东西,大晚上的来一趟,的确是想找张国金,把跟生安排进矿场。 这下子,别说白哥不知道怎么拒绝了,张国金一时也抓头。 换成别人还好,可这是杨官的家人啊。 虽说和杨官非亲非故,但这几年下来,没事的时候,躺在河沟的草地上,跟杨官聊着天,成了他疲惫之余,最放松的时刻。 杨官的话,总能让他得到启发,他是这个放羊的老头如朋友,就是年纪稍微大了一些而已。 不管怎么说,和杨官躺在河沟草地上,放羊的那段日子里,会成为张国金难以忘怀的日子。 就像跟生说的那样,放羊的时候,轻松自在。 院子里,几个人随意地坐在葡萄架下。 对于跟生爹的要求,张国金没有直接拒绝,也没有答复,而是看着跟生问,确定不上学了。 跟生摇头,上次在河沟的时候,已经劝过他了,没想到这孩子还是没听进去,铁了心不愿意上这个学了。 大哥,跟生这是咋了?他还这么小,你得让他上学啊。 见跟生不说话,张国金知道跟他说了也没用,索性和跟生爹聊了起来。 跟生爹叹了一口气,哎,谁说不是嘞,从年初回来就不想上了,还是被我打回去的。 这不,老爷子去世,这次回来守玩笑,说啥都不愿意去了。 到底是因为什么?你没去学校里看看。 张国金现在也是一个父亲,有了朝阳后,他更能体会到当父母的不容易,恨不得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孩子。 咋能没看过,一群镇上的本地孩子,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天天和跟生过不去,见他老实,老实欺负他,你说咱也不能天天守在学校,啥也不干吧。 跟生爹一边生气,一边哀叹,主要跟生这孩子性格上有些软弱,任人欺负,又不敢还手。 对于跟生来说,最好的方式是逃避,比如放羊,可是也不能真的放一辈子羊吧。 跟生爹自然是不愿意的。 张矿长,我也知道,根本没资格找你办事。 你别这样说,我和老爷子挺聊得来。 是,就是想着有这层搭话的关系,才厚着脸皮来找你的,孩子不愿意上就不上吧。 反正平时成绩也不咋样,连个高中也考不上,能认识几个字,我这当老父亲的,也算尽到责任了。 其实能上到初中,已经很不错了,出去打个工,也不至于当睁眼下。 就是你看,这孩子也不大,总不能真放一辈子羊,年纪小,出去打工,我也放心不下。 作为父亲的跟生爹,为孩子操碎了心,这让张国金想到了自己的老爹。 老爹也是这样,一辈子辛苦节俭,不舍得穿,不舍得吃,挤出来的,也都是给了孩子。 说实话,听了跟生爹的话,张国金在那一刻,心里面确实有了一丝动摇。 可能是因为那河沟上方,哀怨空灵又高亢嘹亮的曲子吧。 他确实想答应下来,让根生在矿场有个试错。 也只需他一句话,对于现在的他,身为矿长,安排近一个人,就像吃饭那么简单。 他陷入了自我矛盾中,阳官要是在的话,一定不会同意他这么去做的。 可偏偏又是阳官家的。 白哥看出了他的犹豫,也知道了,这孩子是阳官的孙子。 不如,让根生去超市吧。 听到白哥的话,张国金莫名地松了口气,他怎么就没想到呢? 超市。 跟生爹发出一获胜。 白哥先是向他解释了矿场的规定,以跟生这个年纪,还没有成人,是不能进入矿场工作的。 但是,跟生爹想让孩子历练一下的话,可以去超市,都是自己人,跟生爹也可以放心。 跟生爹同意了,超市也行,离家近,有个事情先做着,怎么着,也不能让孩子再去放羊了。 这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临走的时候,张国金嘱咐跟生第二天早上来,一快去镇上,正好,他要去镇上坐车,赶往县城,去见吕来洗。 深夜静悄悄,白哥似乎睡不着。 张国金撑起半边身子,往床头上挪了挪,白哥便顺势靠上去,躲进张国金的臂膀里。 白哥,你让根生去超市,是怕我不好意思拒绝人家吧? 白哥总是在体谅他。 白哥靠在他身上,轻轻摇头,也不全是,其实我也有点犹豫,现在超市的经营并不是太好。 二哥,还建议裁员呢,以此减少开支。 哦!张国金感到意外,二哥什么时候这么上道了,知道经营不好的情况下,要控制成本。 不过白哥,你还别说,二哥平时吊锒铛的,他提的意见倒是可行,那你还要把根生送进超市。 再进去一个根生,别说控制住之前的成本了,还在此基础上,增加了额外开支呢。 我想过,不能为了控制成本,就把人员辞退了,对于一个大超市来说,辞退一个人两个人,并不足以节省多少开支。 白哥明显的不一样了,他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我的双腿不利索,可是我的耳朵和眼睛是好的,耳朵我有了,还差一双眼睛。 张国金听懂了,电话是白哥的耳朵,而根生就是他的眼睛。 平时超市的经营状况,都是通过电话听到的,简短,很多细节,他不在现场,是很难发现问题的。 所以,他想要一双眼睛,替他去看,去观察。 有时候听到的,远不如看到的。 张国金摸着白哥柔软的发丝,轻轻地说,白哥,你真的不比任何人差。 他有信心,他相信白哥,一定会把超市带得好起来。 这样想的时候,他更加坚定了要把白哥的腿看好。 只要张国金相信他,白哥心里便有了一往无前的勇气。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整个村子还未苏醒过来,天地间静悄悄的。 根生起了一个大早,张国金正在院子里打水洗脸,然后擦着脸的功夫, 简单地收拾了一下院子,一边收拾,一边告诉根生在超市的工作任务。 很简单,考虑到他还只是一个半大孩子,除了每天摆摆货,打打秤,下午可以早点回来。 但是有一点,回家之前,必须经过杨家庄的小卖部,把一天的工作汇报给白哥。 白哥的意思是,以后尽量少用电话,能省下来电话费开支不说, 根生见到的,记录下来的,要比电话里的详细和真实。 根生点着头,说明白了。 张国金捞出自行车,上来根生,我托你去镇上。 根生坐了上去,他不敢抓张国金的后背,为了不再颠簸的时候坐不稳,他抓住了车座子。 张国金用力蹬了一下,骑到河沟的路上。 根生,以后别跑着来了。 这辆自行车就送给你骑着上下班,有点旧,你可别嫌弃啊。 根生赶忙摇头,一想他坐在后面,摇了头,张国金也看不见,又急忙说道,谢谢张叔。 河沟上青草茂盛,阳官,你看,咱俩的缘分没有断掉了。 根生除了胆子小点,性格腼腆,其他也没什么毛病,有礼貌,孩子又真诚,至少不会像白哥撒谎。 到了镇上,先是带根生吃了一顿早饭。 根生,别拘束啊,敞开肚子吃。 根生点着头,一口吞下小尖包,又呼噜了一口碗里的油茶。 大哥是最先来到超市的,唯有二哥还没来,两个哥哥住在同一个村子,偏偏二哥总迟到。 张国金把根生交给了大哥,说明了情况,大哥表示没问题,他会带着根生的。 突然又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根生显得畏惧。 根生,这是我大哥,你不用害怕,好好工作就行。 根生点点头,被大哥带进了超市。 张国金这才放心地坐上班车,去往县城。 目前班车到县城的县路,已经有四辆班车了,就这还有人挤着头皮,想买班车跑县泥。 没办法,票价一直在慢慢地涨,都觉着这是赚钱的好生意。 来之前,已经从苏锦成那里打听到,现在的吕来喜书记几乎不工作了, 大部分时间是待在家属楼的,提前过上了退休的日子。 张国金和苏锦成打电话的时候,说要来找吕书记,因为什么事,他并没有在电话里说。 苏锦成应该是想问的,不知道因为什么,没有问出口,他也就没有说。 不过,苏锦成大概也能猜出来。 家属楼在县政府后面,有一片民房,还保留着七八十年代的建筑风格。 进了家属楼大院,才能看出不一样,各种茂盛的植被,高大的灌木,像是走进绿林子里一样。 没有仔细看,家属楼大概八九栋的样子,隐在一大片松树林中。 绿化环境很好,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住在这样的地方,身心上能愉悦不少。 有过往的人,都是住在家属楼里的,别小瞧那些老头老太太,指不定谁家就是当大官的。 根据苏锦成讲,吕书记住在东侧的一栋,门口旁边有个小花园,很好找。 确实很好找,小花园里有一棵棕榆树,扇子一样的长叶子,向四周伸展。 上到二楼敲了敲门,并没有人鹰。 想来不凑巧,大约是出去了,张国金便回到楼底下的花园石台上坐着, 他想等等看,看吕来喜会不会回来。 他也就今天休息,有时间,今天要是见不到,又得下一周了。 等了好大一会,坐得屁股都累了,除了有几个路过的老太太向他行住墓里, 整个县尾家属楼大院显得空荡荡的。 张国金总觉得这个大院缺少了点什么。 坐在那里浑身不自在,索性站起来走走。 拍着左右肩膀,一边走,一边看,没有走太远,生怕错过了和吕书记的见面。 这是他第一次来县尾的家属院,刚进来时,给他的第一感觉是环境优雅, 可四下里转了一圈后,又产生了另一种感觉。 高大的灌木从到处都是,总觉得过于多了点。 这当然不是坏事,杨家庄的杨树林字也是成片成片的, 两相比较之下,家属院少了一种活力,让人感到压抑。 他终于明白缺了点什么?烟火气。 安静之下,远没有外面喧嚣的街道显得热闹,不至于像这么冷冷清清。 溜大了有一会,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差不多快到晌五头了,仍旧没见到屡来喜回来的迹象。 他有些失望,怕不是今天见不到了,真要是等到下周再来,这么一拖,又浪费掉好几天的时间。 再一次经过长着棕榈树的小花园时,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喂!张国金回过头,只见一个和他年龄相仿的女人,站在楼头。 是突然出现的吗?还是在那注视良久了?张国金之前并没有注意,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等待吕来喜的身上,因而对其他人,便直接忽视掉了。 你!是在喊我!张国金指了一下自己。 那女人轻轻微笑着,说实话,这个女人看上去很不一样。 面容娇好,扎着高高的马尾,露出瓜子一样的脸。 这不是主要的,主要体现在穿着上,要是放在大街上,你会一眼认出它来。 女人的穿着,据说是当下最流行的牛仔裤,衬得双腿修长笔直。 尤其是屁股,在牛仔布料的包裹下,显得浑圆紧绷,却不是给人那种轻浮的感觉,尽显优雅时髦。 这就是当下流行的牛仔裤吗? 外面兴起的时尚浪潮,再到这个小小的县城时,可能已过了好几年了。 在大街上,也见过穿牛仔裤的女人,但都没有面前的女人,看上去有感觉,时髦之下,也不失青春活力。 女人开口,你不像大院里的人。 张国金心想,你也不像,他在这转一上午了,除了几个老头老太太,年轻人几乎没见到。 而这样青春靓丽的女人,更是见到的第一个。 女人既然问了,他随口回答说,啊,不是。 女人没有立刻走,你是在找人。 是。 张国金不认识眼前的女人,便没有说要找谁。 女人这次没有再问话,静止转身上了楼。 随着女人上楼有一会,家属院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像出巢的小鸟一样。 先是一个,两个,三两成群,叽叽喳喳地走出家属院,再回来的时候拎着大包小包的蔬菜,肉蛋。 该做午饭了,张国金有点犹豫,是先去外面吃饭,还是继续等。 最后,他决定继续等下去,中午吃饭,吕来喜总得回来吧。 再过一会,有楼道里冒出的炒菜箱,张国金绣着鼻子,是蒜苗炒肉。 伙食可真不赖,这一闻之下,只感觉鸡肠碌碌。 再等等吧,马上就要吃饭了,他不信吕来喜不回来。 闻着菜箱,也算是挺过了中午。 让他失望的是,吕来喜还是没有回来。 大约一点半的样子,刚才遇见的女人,从楼道里走了下来,竟然换了一身连衣裙。 中午头热,但还远没有到夏天酷暑难耐的地步,很多女人就迫不及待地穿起漂亮的长裙子了。 你还没走? 女人先开口,显得惊讶。 我? 还没等到人。 张国金从花园的台子上站起来,回答了一句。 中午没吃饭吧,张矿长。 女人又说了一句。 没,我不饿呢。 张国金突然正住。 你? 怎么认识我? 他又仔细看了一眼女人,无论如何都想不起在哪见过。 我父亲告诉我的。 女人诚实地回答。 你父亲? 张国金感到疑惑,你父亲是? 吕来喜。 那你是? 他女儿。 张国金着实被震惊了一下。 不对,他刚反应过来。 吕书记在家。 在啊。 女人说着,把马尾便解开,头发随意地披在肩上。 那我上午敲门时,怎么没有人应? 女人把皮筋套在白皙的胳膊上,随手拢了一下长发。 哦,原来你要找的人是我父亲啊,上午的时候应该是在里屋,没听到吧? 听到这话,张国金有点懊恼,岂不是白白等了一上午? 不过也没事,好在能见到吕来喜,随即,他也便放松下来。 没等张国金说话,女人主动说,你先在这等一下,我去帮你问一下。 好,麻烦你了。 女人再次转身上了楼。 没想到吕来喜还有一个这么年轻的女儿。 这次用的时间不长,女人很快便走了下来。 张国金迫不及待地问,我可以上去了吗? 结果比让他等了一个上午还失望的事,女人竟然摇了摇头。 我父亲说,他现在不方便见你。 不方便。 张国金不理解。 是不方便。 还是不愿意。 有记得上一次见吕来喜的时候,临走之时,对方明明说过,有什么事可以直接去找他。 这怎么一段时间过去,连见一面都不愿意见了。 吕来喜是忘记了曾经说过的话,是快到退休的年纪了,可也没到失忆的地步。 当时的话,难不成只是一句客气的违心话。 按理说,不应该啊,人家堂堂平山县的县委书记,犯得着跟他客气吗? 张矿长,你别介意啊,有些事你不知道,现在是非常时期。 张国金隐隐地感觉到女人话里有话,又不便明说的样子。 或许吕来喜的这次退居二线,并不是像因为身体缘故,说得那么简单。 如果真是因为背后,有什么迫不得已的原因,那他这次来见吕来喜,还真是来得不是时候。 他这才明白过来,刚才女人下来一趟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说明吕来喜早就知道,他来了。 那最后只能是不愿意见他,因为一些不得已的原因。 完了,连面都没见到,吃了闭门羹,白来一趟不说,夏宿娟的事恐怕也办不成了。 张国金不敢抢求去见,向女人点了下头,这就准备先回去,回去和夏宿娟商量一下,再另做打算。 等一下张矿长,还有什么事吗?让张国金没想到的是,女人竟然主动伸出手,自顾地介绍起来,我叫吕宁。 张国金。知道这是吕来喜的女儿,张国金不敢怠慢地伸出手握了一下。 女人抽回手,背在身后,张矿长有什么事,不妨告诉我,我可以替你转达。 虽说这个叫吕宁的女人,是吕来喜的女儿,身份自然不同于一般女性,但是张国金仍旧没打算说。 假如吕来喜不打算见她,即使说了也无用,张国金先是谢绝了好意,然后礼貌地告辞。 可是吕宁似乎有目的一样,张国金在前面走,她就在后面一蹦一跳地跟着。 本来张国金没打算当回事,都出了家属楼了,她走向另一条路,吕宁却仍然在后面跟着。 出于礼貌,张国金还是停住脚步,主动让出路。 你先过吧。 吕宁没说话,只是笑笑,一蹦一跳地便顺着路走开了。 张国金没有在意,心想总算可以去吃饭了。 没成想,她刚想脉动步子,吕宁方才走了十几步,又停在那里,回过身来,好似在等她上前一样。 张国金略微犹豫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 吕宁说,你说吧,说不定我可以帮你。 张国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帮她,两人并不认识。 我想通过吕书记,见一面承建局的宋主任。 鬼使神差的,她告诉了吕宁来的目的,或许心里是有期望。 毕竟吕宁是吕来喜的女儿,回到家,拉家尝试的,便能从她口中,让吕来喜知道。 她是这样想的。 吕宁竟然满口答应下来,先是仰着脑袋,想了一下。 这事啊,不用通过我父亲,我就可以帮你。 你。 张国金发出疑惑声。 对啊,张矿长不相信我。 张国金不敢说不相信,以县委书记女儿的身份,搭上宋主任,或许对人家来说,真的只是一件小事。 再次抱有希望的张国金,便向吕宁说了见承建局宋主任的目的。 结果,吕宁表示太简单了。 简单? 张国金心里不免感慨,果真是投胎,是门技术活,多少人愁得睡不着觉的事。 但是,吕宁却是一句简单,像吃顿饭一样容易。 我可以帮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果然,每个人的帮忙都不是白帮的。 这一点,张国金早有心理准备。 吕小姐,你说,别这样叫我,听着怪怪的。 张国金不好意思起来,当下这种称呼很是流行,出于礼貌,难得喊先生,女的则称呼小姐。 看到吕宁穿得这么时尚,她才这样喊了一声,谁知人家不喜欢这个称呼。 对不起啊。 张国金主动道歉。 吕宁没在意地说,我在园林局工作,以后你可以去那找我。 张国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心想,你父亲都知道在这个结果眼上避嫌,还是不要随便去找得好。 为了不让事情拖下去,张国金准备快刀斩乱麻,直接开口问道,你说,让我答应你一件事,还没有说呢? 鉴于对方的身份,一般提出的要求,真不是普通人能办到的。 张国金得先知道对方的目的,能答应最好,实在答应不了,他也无能为力了。 简单,你让苏主任请我吃顿饭。 这也太简单了,以他和苏锦诚的关系,说几句话,的确容易。 可明显的,又不是那么简单,假如吕宁是让他请吃饭,他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吕宁帮他办了事,这顿饭理应他来请才是,怎么绕到苏锦诚那了? 他一时不敢确信。 你说的苏主任?苏锦诚啊! 他猜得没错,确实是他。 张矿长就说能不能办到吧,要是能办到呢,我就答应帮你忙,要是不能办到,那我可去上班了。 眼看着就要到了上班的点,吕宁倒是不太急,张国金明显地着急了。 能?张国金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吕宁微笑着,笑得如沐春风,那一刻,家属楼令人感到压抑的大院,终于有了一丝活力。 吕宁姑娘,你总这么称呼人家吗? 吕宁俏皮地反问了一句。 张国金从来没这么头大过,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对方是女性,玩笑开不得。 第二,对方不是普通的女性,而是前县委书记的女儿。 所幸,她就什么都不喊了。 我能问一下,你和苏主任的关系是? 她以为吕宁不会说,至少不会这么痛快地说出来。 吕宁没有任何犹豫,说大胆也好,说热情如火也好,总之,对待男女之间的感情,是那么坦率。 我喜欢她,她不喜欢我。 吕宁又补充了一句,不对,是她不敢喜欢我,她太听我父亲的话了,又是个工作狂。 吕宁说苏锦诚工作狂没有错,老大不小的年纪了,到现在还单着身。 好像要孤身一人走完这一生似的,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事业上。 可吕宁实属不应该,长相出众,再加上这样的家庭地位,媒婆该把门槛踏平了才是。 张国金心里有了个大概,怕不是吕来喜不让女儿和苏锦诚有什么接近。 但是说不通啊。 吕来喜挺看重苏锦诚的,包括苏锦诚现在的位置,都是吕来喜一手提拔上来的。 两个人的事,只能算是家事、政治之外,属于感情上,私人的事,张国金也不便多问。 吕宁给他留了个园林局的电话,说是有事可以打到园林局。 家里的电话没有留,估摸着是怕吕来喜这个父亲知道。 两人似有默契般的,促成了这次交易。 没有见到吕来喜,同样把事办成了,难免有种意外之喜。 剩下的就简单了,夏宿娟在生意场上打拼多年,更能从容应对接下来的事。 就看他如何围猎宋主任了,围好了,夏宿娟之后的路,便也能容易许多。 他先是去见了夏宿娟,告诉了见到吕宁的事。 有吕宁作为他和宋主任之间的牵线人,夏宿娟觉得可以,真要是什么书记。 身份地位不对等的情况下,他还觉着不靠谱呢。 夏宿娟这边没什么问题了,只需要静等吕宁的好消息。 但这次交易之前,张国金要首先完成吕宁的要求。 没办法,本来就是求人的事,你不拿出诚意,别人是不会帮你的。 历经过人情事故的张国金,早已明白了这个道理。 借着夏宿娟办公室的座机,他给苏锦诚拨通了电话。 苏主任,我在平山县,晚上我请你吃饭。 张国金在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有些忐忑。 没错,他向苏锦诚撒了一个谎,真正要和苏锦诚吃饭的,其实是吕宁。 见到吕书记了,苏锦诚在电话那头问,晚上出来再说吧。 张国金卖了一个棺子,晚上要见吕宁,索性就不回杨家庄了。 距离晚上还有一下午的时间,张国金本想在夏宿娟的工地里待着的,正好大金牙在县城的足疗店。 知道他在,张国金便去找他,从足疗店喊了出来。 老弟,来县城办事你也不说一声,哥哥拉你来多好。 是啊,有辆摩托车就是方便嘞。 张国金走到足疗店门口,拍了拍大金牙的那辆摩托车,这摩托车骑着咋样? 大金牙眼珠子滴溜转,不好。 哦,相当的不好,你瞅这。 还有这?哪哪都是毛病。 大金牙弯着腰蹲在那里,直到一个地方,还会信誓旦旦地讲出来缺点。 那小心思被张国金看在眼里,当即觉着好笑,抱着膀子已在摩托车上说,放心,我自己买。 你要买摩托车? 大金牙蹭地一下站起来,那还等啥?走,哥哥带你去。 县城只有一家卖摩托车的车行,平时大金牙的摩托车要是出点什么毛病,都会去那家车行维修。 以大金牙的交友心态,早就跟人家车行老板混熟了。 老弟,早就让你买辆摩托车,咋说你现在也是大矿长,破自行车哪能跟上你的气质? 要不你一咬牙,哥哥带你买轿车去,咱也有熟人,给你打折。 张国金感觉,这世界上就没有大金牙不熟悉的,哪个行业都能给你扯出两个朋友来。 轿车就不必了,那玩意咱可开不起,买辆摩托车都是我咬牙买的了。 要不是把自行车给了根生,他还想着再撑两年呢? 老弟,你这话哥哥不爱听了,人这一辈子能有多少年活头,那不就涂个潇洒快活? 大金牙的心态是真的好。 车行不算远,在县城的南投,平山县就这么一家车行,生意非常火爆。 大金牙下了车,冲着里面一个头发乱糟糟的男人喊了一声,谭老板。